欢迎你收看5月18号的财经Espresso 晚上好我是景龙 改善美股向好 亚太股市也收到激励 马股今天币市报1554.91点 全天上升6.31点 写下三连涨 汇率方面 在美元需求走强下 马币兑换美元跌到4.3960令吉 兑换新元同样降到3.1697令吉 解决游戏的改外单元 让汽车市场保住买气的 休假期将在6月结束 虽然不确定政府会不会再次 游转延长这项措施 但汽车公司依然叙事待发 准备推出多款新车刺激买气 而其中一款最受关注的新车 正是第二股产车的新一代ELSA 多用途修旅车 市场盛传 第二代ELSA将在6月正式发布 一些代理商更已经提前建议客户 缴付电金 以确保能成为首批买到新车的车主 据传新ELSA分为三个等级 入门款的售价从6万9000令吉起跳 如果消息属实 这意味着新一代ELSA将大幅涨价 因为第一代ELSA停产前 享有销售税回扩的售价 只是介于49000到6万令吉 云顶香港1月申请新盘之后 其邮轮品牌新梦邮轮 停止了世界梦号的运营 不过外界不断传出 云顶香港的前主席林国泰 将推出新邮轮公司的消息 而有关消息也在今天获得证实 林国泰如今通过独资公司 TwoTrees Family Holdings 设立名胜世界邮轮 它今天在新加坡 推出这一个新邮轮品牌 旗下第一艘邮轮 云顶梦号 也将在6月15号 从新加坡开启首航之旅 此外他说 该公司也感谢中资银行 允许他们租用云顶梦号 大马交通部抓紧落实 龙兴高铁之际 连接吉隆坡和泰国曼谷的 高铁项目 似乎有望落实 交通部长魏嘉祥昨天撇露 首相在今年2月官访泰国 并和泰国首相巴宇会晤之后 两国交通部长 已经首次针对 曼谷到吉隆坡的 高铁项目建议展开会谈 魏嘉祥表示 他和泰国的交通部长 沙西安进行双边会谈 双方同意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 针对有关项目建议 详谈路线和技术方面的实行 最后感谢收看 我们再会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